三個流動廁所 放在新鋪好的人行道上 把通行的空間完全擋住 這也是苗栗三億附近的河川 加蓋停車場 剛斥資了一千六百萬翻新 但民眾也發現原本放在 空地上的三個流動廁所 不知道被誰搬到了人行道上 不但不美觀行人通過時 還會被迫走到大馬路上 這樣好像會擋到行人走路 走那步道又彎出來 剛好車子又來又是太危險了 這個難看可是那是這裡天白的 也有網友拍照上網說很不恰當 批評政府口口聲聲 要改善行人地獄 是用嘴巴講的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公所不願意說明 只承諾會請負責的廠商 儘速將廁所搬走 我是新聞 五連照應官 無稍清秒率報導 哈囉 我是蔣青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